大家好,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龙虚栏 我这个龙虚栏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过上盆跟配毒的一些技巧 那么现在这个龙虚栏基本是毒盆了 但是呢,它这个根还没长好,非常的明显 因为它的根没长好,所以它长出来的叶片比较瘦弱 弱不经风的,瘦瘦小小的,而且比较单薄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,我们主要是要把它的根给养好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把重点养根的话呢 它新长出来的叶片就会消耗非常多这个龙虚里面的养分 长时间呢,就会让它生长不良,或者后期呢,越养越难养 这个土壤保持干湿循环,干上一两天再点浇水 这样的话就会刺激的长一些新根出来 同时我们给它施肥的话,尽可能的使用一些叶面肥 因为只有通过使用叶面肥,它这个叶片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 如果这个时候依靠根系吸收养分的话呢,那是完全不够的 可以用这个绿叶宝来代替施肥 而且这个绿叶宝呢,不单在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平时呢,我们也可以使用 还可以减少叶片芳黄 比如说,花仔树啊,或者是鸭甲木啊,幸福树啊,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,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期 我们下期再见